《新年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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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竹在下午已經減弱為一個熱帶低氣壓 在下午2點40分 天文台已經改發了一號戒備訊號 在下午4點鐘 山竹集結在香港的西北偏西 大約760公里 繼續橫貫華南 並且逐漸減弱 隨著山竹遠離本港 本港的風力亦逐漸減和 但是初時西部和高裏 間中仍然會吹強風 而山竹的外圍雨帶 仍然會間中為我們 帶來幾陣的狂風驟雨 當山竹對本港的威脅減弱時 天文台就會考慮取消 所有熱帶氣旋警告訊號 其實山竹是一個相當強的颱風 它在登陸菲律賓之前 它的風力曾經達到250公里每一小時 今年是西北太平洋裏面最強的颱風 而相比起自1946年以來 引致天文台需要發出10號的颱風訊號的熱帶氣旋 其實它比起79年的河背更加強 而山竹對本港帶來相當程度的破壞 四周的環境仍然存在著風險 所謂市民最好保持警覺 預測安全 至於天氣預測方面 就是今晚和明天 將會大致多雲 會有些趨雨 初時局部地區也有狂風雷補 明天日間會雨勢減弱 部分時間會有些陽光 吹和喚至清淨的東至東南風 初時西部和離岸和高地的地方 間中也會吹一些強風 海面會有湧浪 市民最好遠離岸邊 而我們的展望 接下來的兩三天 將會大致前程 局部地區也會有些趨雨